中文字幕——YK 在乎你 展露女性成长历程 于飞鸿演绎当代女性 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创作机会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墙满翠翠》 独家冠播出的《游乐乐放天》 我是古晓 大家好 我是紫薇 今天来说说中国的三大电影节 带三个金字 金像奖 金马奖 还有金鸡百花奖 今天提到的就是金鸡百花奖 为什么要提到呢 因为接下来的五届金鸡百花奖 都将在厦门举行 可以说为这个厦门增添了一抹 亮丽的风采 现在时间赶快来提前了解一下吧 昨天演员陈道明 张涵宇 无精献身厦门出席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落户厦门》发布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 在会上郑重宣布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正式落户厦门这一消息 按照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落户城市平线结果 经中国问联 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 确定厦门市 作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金鸡奖年份 落户城市 落户期限 展定五届 除此之外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祝会副主席张红 还在现场表达了 对未来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落户厦门的期许和展望 希望通过这个合作 厦门市的影视教育 影视产业 影视旅游 还有人民群众 对影视的这种需求 都能得到满足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合作 真正把金鸡百花电影节 打造成一个 具有专业化的 国际化的 高标准的 影响力巨大的 一个受人民群众和电影界 广泛关注和更加热爱的电影节 在发布会结束以后 厦门市影视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随即举行 厦门市相关各区及企业机构 将与境内外的30余家 优秀影视机构和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实现项目签约 合作内容涵盖了 创作 制作 发行 技术设备 金融等产业链 关键环节 为中国电影蓬勃发展 贡献力量 四方共同握手 这是强强连妹 合作一看 让我们共同见证 在过去5季的 鲁越有约一日行节目中 我们跟随节目的镜头 了解了市井生活中充满烟火气的周润发 你有看过他的戏吗 你有看过他的戏吗 戏实了家常饭桌上的演员李连杰 我怎么可以为别人的赞扬我就开心 不赞扬我就不开心地活着呢 那每天掌声一退的话 我还活不活了呢 也窥见了世界冠军光环背后 平凡又不平凡的 IG战队的电竞少年们 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取舍的 就可能说我们就是 我们选择这个行业 我们就少了很多乐趣 我们的生活轨道已经变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观众们 通过这样离开演播厅的访谈形式 见识到了更多多为立体 真实纯粹的公众人物 过别三个月 卢友约一日行第六季 即将于今晚正式扬帆起航 做客咱们第一期节目的嘉宾 就是前日本乒乓球运动员福元爱 三岁初始乒乓球 五岁获得日本全国冠军 十二岁成为日本最年轻的国首 十五岁代表日本出征雅典奥运会 二十四岁率领日本女拼 夺得团体第三的成绩 这可是奥运乒乓历史上 日本队的第一块奖牌 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 在这些光鲜亮丽的成绩背后 扶元爱究竟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努力 我一个星期里面两天是游泳 然后两天是学习 所以练完球回家之后 那个车已经是准备好的 我在车里面吃点心换衣服 然后直接去游泳 或者直接去练球 或者直接去学习这样 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的童年就是在车上 看别的小孩子下课的样子 我好想变成他这样 当然成长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 成绩不好状态不佳等一系列问题 也常常带给浮运爱很多压力 有的时候很讨厌乒乓球 因为打不出来成绩啊什么的 就是很头痛 但是退一到退一那一天 我还是不会真的不喜欢他 所以能跟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那么久 真的是很幸福 也是算是快乐的一件事情 扛住压力迎难而上 浮运爱甚至有很多球迷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 他就希望能经历打好每一场比赛 不让他们失望 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打好的时候很对不起 就是那些支持我的人啊球迷们 为了我一直给我加油啊什么的 然后没有打好的话 就怕他们会失望 这个点到最后也不能说是压力 但是一直想打好 然后让他们开心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尽情锁定今晚21点20分 东南卫视为你奉上的鲁豫有约一日行 乐翻天综合报道 乐翻天又给大家发送福利了 由玻璃海苔 乔麦翠翠独家冠名的 乐翻天亲子冠业活动 马上就要开始了 吃玻璃海苔 乔麦翠翠 赶快乐电影 是的 在现场呢 除了有很好看的电影 很好玩的游戏之外呢 当然还有机会赢得我们玻璃海苔 乔麦翠翠的大礼包 希望大家全都要错过哦 是的 这一次呢 带大家看到的电影是 神奇乐园历险记 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方式 报名参加哦 希望大家继续参与了 接下来来讲讲那个余飞鸿 最近的新戏 要和大家见面了 来看一下 即将于4月12号上映的电影《在乎你》 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导演毕国志 写两位男女主演 余飞鸿 大则龙夫等演员出席活动 电影《在乎你》 讲述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艰难选择 并最终得到成长和自我救赎的故事 近三年 鲜少有大荧幕作品的余飞鸿 当天也是透露了自己 揭拍这部影片的原因 在现在这个环境下 很难得碰到一个 从女性视角出发 去讲述一个女人的成长过程 行动历程和自我救赎 那这个出发点就很吸引我 其次这个中日两地的合作 跨高文化的这种差异和交流 那些矛盾 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创作机会 影片在日本北海道取景拍摄 同时也邀请了多位日本知名演员加盟 作为实力派男演员的大则龙夫 聊起这次电影的拍摄经历 也很是感慨 她跟余飞鸿女士是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见面 是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 都是非常珍贵的 是一个宝物 而且通过跟余飞鸿老师的合作 还有跟导演的合作 是对她来说是很珍贵的一段信仰 近日青春励志留学题材电视剧 腾科动物也凶猛 首次在北京开放媒体探班活动 周焉李志廷 徐璐等一众主创 亮相现场分享拍摄趣事 第一次遇到一个不让我收工的女演员 因为她英文戏比较多 然后她碰到英文戏的时候 可能我会比较拿手 我就会帮她顺很多的英语台词 那如果她有英语台词 然后我那天早收的话 她就会很不甘心地看着通告 然后就很愤怒地看着 这拼什么 你这三场戏 为什么给我十几场戏 里面还有六场是英语 有英语的戏 你为什么不帮我 腾科动物也凶猛 由国内顶尖团队拍摄 海内外实地取景 讲述一群留学生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 不断成长的青春励志故事 而戏中大量的英文对白 对徐璐而言 是需要攻克的第一大难题 鲁鲁也会自创一些词汇的 经常也会有一些 很独特的词汇能蹦出来 你那天说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 说你台词这个事 有一天你的台词 不是要带我去什么 离开人间烟火之类之类的 你说什么 离开人世 你想说离开 离开人群散散心 这孩子跟我说了 要不要带你去离开人世散散心 李志廷作为理工科的高材生 拥有着留学经历 会讲流利的英文 在这样一部 聚焦真实留学经历的剧中 可以说是身兼重任呀 每次都留下来 帮我去录一些音 然后教我怎么读英文 我觉得她是我们剧组的 应该是英文老师吧 乐凡天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 布里海太乔麦翠脑脑 独家馆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大家好 我是顾晓 大家好 我是紫薇 顾小姐 昨天我刷这个微博的时候 看到佟丽亚 发了一个微博的自拍 然后说自己接了这个长发 其实感觉佟丽亚 一直都是一短发造型式 这一次长发造型 还挺妩媚动人的 而且她马上就要 星期要跟大家见面了 在戏中还是挑战一回 美人鱼的角色哦 她演美人鱼 还需要挑战吗 因为人本身就很美 而且自从她生完宝宝之后 别人都说 她的那个美的高度 又上升了一级 什么造型 你看了穿完之后 你就觉得说 哇 真漂亮 忍不住 多看两眼 所以接下来赶快来看看 新造型有多美吧 昨天 佟丽亚先生上海 为某品牌活动 助阵宣传 话说前段时间 佟丽亚一直都在忙着拍戏 今年她应该会有 不少作品要带给观众 谈起刚刚拍完的这部 《鼠胆英雄》 佟丽亚大方透露 在其中自己又是出丑 又是下水 可以说是突破挑战不断 这次演的这个角色 她还挺有喜感的 然后看上去美美 但美不过三秒就会出手 也跟我以往演的角色 不太一样 而且这次还大胆地 尝试了水下的戏份 饰演一个美人鱼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也许是很大的突破 扮演美人鱼 虽然听上去很美 但是因为不会游泳 大量水下的戏份 可是让佟丽亚 吃了不少苦头 我其实平时 不好意思啊 其实平时不太会游泳 但是导演一喊开始 我就马上能下水 然后也做个训练 做一些水下的翻滚啊 然后一些 就是花样游泳的 这样的练习 对 当然也吃了不少苦 记得当时 我进到水里头的时候 一开始训练 特别不适应 尤其是在水里面 张开眼睛 我就发现眼睛里 进了很多的水 我就会不自觉地 拿手去把水抹掉 但其实在水里 越抹越重 对 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 而且我是属于那种傻大胆 导演说这个动作可能会难度比较大 要不然你要不要 就要不要放弃了 我说没关系 我试一下 结果果然就喝了很多的水 沖了很多的水 就是有点还找不到药令的时候 其实还挺 挺想去试一试 但是一定是吃了很多的苦头 昨天 基督题材电影《展独》 在上海举办新闻发布会 李友斌 韩燕博等一众主演 亮相现场 据悉该片讲述的是 关于基督的故事 而此次在片中 李友斌将饰演一位基督警察 首次挑战这样的角色 不知他心情如何呢 除了角色上有所突破外 此次李友斌的打斗戏份 也是不少 这个人物呢 他的右胳膊受伤了已经 所以他就是到了边陲小镇 是他这个不能动 这胳膊 就是在一次排雷的时候 最后也有用枪 身手方面岁数也大了 身手不敏捷了 但是还行 因为你拍起片子来啊 导演啊 还有动作是指导 也不会全我一人来 但是基本简单的 我还能来两下 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 如何能叫好又叫做 是值得主创人员思考的事情 在现场 李友斌就表示 会努力让这部影片 又好看又有意义 首先我们自己编好故事 我觉得这故事很重要 讲电影 主旋律的作品 他票房好的主旋律的作品 都是有情怀的电影 那么我们也希望 昨天在这导演啊 跟编剧在聊天的时候 也希望这部片子 既有故事性 又有娱乐性 又有社会责任感 有责任的担当 还要有民族的情怀 在里面 昨天正在横电热拍的电视剧 并编不是海棠红 首度开放了媒体谈班 这部电视剧 由于正担任总制片人 及艺术总监 黄晓明引证 舍世曼领衔主演 主要讲述了一段 黎原传奇 家国情的故事 这次为了演好 爱国商人 承凤台一角 黄晓明提前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我很希望 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就直接把自己 活成这个角色的样子 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是尽量 在生活中 也是保留一些 我想给予 这些角色赋予的特点 那其实我也没有 去演一个完美的人 包括这个角色 在这里的洁癖 还有一些搞笑 还有一些就是 昨天说的 很怂的样子 就是他是在 保护自己的 爱人的面前的时候 是特别狠 做生意的时候 也是特别精明的一个人 但他在二奶奶面前 在自己的弟弟 商戏伟的这个面前 就特别特别怂 老被他们欺负来 欺负去 赶来赶去的 然后其实演到最后 我发现 我已经融入到 那个角色里 就是我自己跟他之间 已经开始 相惜了 对 黄晓明对待工作 认真经验的态度 也得到了同剧组演员 影证的认证 在这部戏里面 他每天 你能看到他 其实这个程碰台 这个人 他并没有说是 过多的 一些很标志性的动作 或者怎么样 但是 他在人的状态 是一直是在 在那个状态里面 就你会 我觉得没有压力 但是会形成一个动力 他会让你 更加相信 他是程碰台 那么 所有人都会相信 我该是谁 就是谁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影证 在剧中扮演的 京剧 名林商戏蕊一角 在剧中有不少 京剧表演桥段 坦白现场 他扮上了 杨贵妃的行头 让在场观众们 都十分惊艳 尤其是他扮上 女装的一瞬间 我简直是惊艳到了 对 这个跟戏里的 这个角色的 这个反应 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觉得 首先影证 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真的很好 然后我也看过 他的很多的电影 还有他演的角色 你知不知道 让我说实话吗 你突然夸我 有点无所事从 不习惯了 不习惯 艳不艳不知道 惊日肯定惊妙了 第一次办成这样的时候 因为我就了解到 确实京剧是一门 非常具有进攻性 侵略性的 很极致的舞台表演艺术方式 你办起来之后 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乐凡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布里海台 墙脉脆脆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这答问题就有机会 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 正确答案就是周杰伦 恭喜一下的朋友 获得是玻璃海台 蕎麦翠翠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哦 是的 今天娱乐显微信的问题 就是画面中的人是谁 东方外面的官方微信 和微博 把周杰档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呢 获得玻璃海台 蕎麦翠翠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哦 是的 节目最后呢 告诉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 音视频资讯的话呢 可以登陆一下的网址 或者呢 可以手机下载 我们海无TV的客户端 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哦 再见咯 明天见 明天见